牛鍋膚在韓國很流行 將牛角包壓成鍋膚的形狀 泰國真的有很多種款式 然後我就嘗試找香港有沒有可以這樣做 然後就一直發展下去 其實很多人都欣賞了牛鍋膚 因為那個口感原來都不錯 這間店最有名是給一些IG人打卡 因為很多很適合打卡的甜品、飲品 那你怎樣可以創作到呢 其實最初都是網上在別人那裏拿點靈感 然後再創新 就不是盡量把別人那些東西喝 完全原本就抄下來 我也希望就是覺得是漂亮的 而值得吃之前就拿個相機出來拍照的 其實現在的色列除就是鹹牛肉炒蛋、牛鍋膚 本身也很喜歡吃鹹牛肉炒蛋 試一下會不會很搭下去這個牛鍋膚 誰知出奇地又很搭 再加上花生醬、肉桂粉 再加一些奶油、士多啤梨、法國雪糕 那類的東西其實真的是一個很配合的東西 那你自己個人最喜歡哪一樣的產品呢 其實如果吃的那方面一定是鹹牛肉 發生了牛鍋膚 那接著就真的是Tiramisu 本身其實是Tiramisu的甜品 但是 所以說法來講現在都變成了咖啡那種甜品 Nate Tiramisu 未做中環之前你也是做飲食的 不是的 我也是沒有做飲食的 之前其實一直是做銷售師出身的 那為什麼四年前不在中環開薄餅店呢 一直都很喜歡煮食的 因為在憑煮食當中都想拿到一些人的讚賞 那也都很想有這個喜悅感 所以就放棄不做之前那份工 就轉了做煮食 那你由一個行業就跳進來飲食 莊中會不會覺得有些什麼困難 或者是開心的事呢 開心就是有很多客人 有很多熟客 也有很多支持者 而有些艱難的時候 就是你要熟悉整間店鋪 在廚房裏面做事比較困身 辛苦 因為熱 但是到最後那些客人吃飯 很好吃 會引賞的 就會換回來 又是開心